真正的大龙PE 嗨大家好 我是玩具三星 我们来看一下一双 李宁闪机第八代 范潮丹的 猛龙客场PE 那看到这双鞋子 不用去多想 一定是大龙的 紫龙配色 大家看这个紫色 跟球衣的颜色 色号一模一样 首先然后鞋面 鞋面还是一种 比较硬质的工程网面 对我们脚部的保护 非常到尾 同时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李宁 logo 有一个向后的延顺 也采用了一个 紫色到红色的渐变 跟整个 承托盘的配色 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说 它的内衬 也是用了这种 紫色到红色的渐变 个人感觉 非常的漂亮 鞋带孔的穿滑 也使用了红色 起到了画龙点点的效果 同时 在它的后面 有三条类似于 龙爪的血印 那装猛龙P 跟普通版本 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的电镀承托盘 采用了一个 红色到紫色的渐变 个人感觉 这个电镀色 非常的亮 非常漂亮 这根塑料导管 也是采用了 外壳是紫色 内心是红色的这种 猛龙配色 中底科技方面 后跟采用了 泵科技 那透过水晶底 我们可以看到 中底有个 X型的直升片 具体是碳板 还是TPU 还有带考究 那么全掌 紫色到红色 这个界面区域 就是一个 light foam材料 非常的润 那么这双P版本 个人看了看 做工还是非常到位的 Smart片方面 我个人平时是穿 Nike 43 马大 这双闪击第八代 因为鞋旋偏窄 我是选了一个 43又 三分之一 也就是李宁的 US10马 这样一双 非常有特色的 PE版本球鞋 你不选择来一双吗 好 今天视频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点赞加收藏 如果点关注 全包表事 我还很感谢 我全包的杰森 我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